很多消费者都希望能吃到无添加物的食品 但大部分食品添加物的使用都有它的原因 发上线在网络充斥太多错误资讯 所以逢时教育基金会透过系列活动 以科学为基础 教导民众培养饮食资讯熟读的能力 更邀请国际透明饮食专家和国内专家 来一场农场论坛 原始的梯田景观 群山环绕的世外桃源 这座位在阳明山国家公园保护区内的休闲农场 是台北市第二个通过有机认证的市民农园 现在正是芋头的产季 远道而来的国际透明饮食专家 英国校餐革命推动者Henry Dimbleby 跟美国前FDA副局长David Anderson 特地翻山越岭来参观 拜访的这一天 正巧山区天气不稳定 忽大忽小的雨室 却没有嚼洗他们的热情 换上雨鞋 雨衣 踩进充满泥泥的梯田 在农场主人的带领下 体验挖芋头的乐趣 这一天除了脚踏实地走进农园 还邀请农委会 北市惩罚局 以及环境 教育 食育专家 与两位透明饮食专家一起对谈 共同来分享台湾 英国与美国 推动饮食教育的经验 为选在这里办论坛 正是因为这个农场 就是将环境 生态 食农 生活教育做结合 正在接棒的农场主人大儿子郭建生 当初毅然辞掉实验教育的老师返乡 正为了发展自然教育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毒食 因为它是没有先接触 可是却先得到说 这个东西是恐怖的 所以它就造成了那个 它进到大自然不敢去摸 或者是蚊虫是有毒不敢去碰 都是初接触大自然 我觉得大部分都遇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不理解它就是 因此从农场到餐桌 饮食流程透明化 了解食物来源 这就是透明饮食 这样的概念在国际间 越来越受重视 但风食教育基金会研究调查 却发现只有四成三的民众 在购买食物时 会注意营养资讯标示 其中仅有三成民众 会关注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等重要成分资讯 由此可见 多数消费者对于食品标示 仍是有看没有懂 风食教育基金会 董事许廷真认为 透明饮食教育要从小扎根 就像你去看金针花 然后看完花海之后 你去买金针花 就会买那很漂亮的金针花干 但是金针花在干燥的过程 就会喝变 喝变就会黑掉 那黑掉的时候 你就煮出来汤是黑的 就觉得它很难吃 那如果你一定要买 那个很漂亮的花色的 那它就会是需要被处理过 那所以消费者要对 自己的饮食的内容物 要了解它的本质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是基础教育 我们现在做这个 粮食卖动的教育里面 其实我们不断地在 重复一些过程 需要让民众了解 你吃的那个成分的东西是什么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要从小学生开始 所以在日本他们的食欲 是从小学生就开始 对业者来说则是沟通 小谱实验营运长 同时也是粮食旧好市集 财品执行长的吴季恒 家族事业一路从动物用营养品 到肉品切分加工厂 甚至跨足餐饮文创产业 从上到下的垂直整合 还要做的就是希望 拿起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桥梁 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 像芒果为例 虽然我心中告诉你 我要的是这个 每天加的 可是对不起这个成本我还很小 所以价格是一个台湾 第二个是外观 我不加农药之后 可能会有些文虫的东西 就变成了 就才不买了 或者是通路上不进口 那这不是你要的吗 但是他会说 我要这样可是要漂亮的 就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吴季恒认为 农产品为来的生产结构 要透明化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要先沟通再生产 透明只是第一步 再来是要教双方 我们业者出来告诉你 我不添加的后果是什么 那你心里想不要东西 的潜在工程是什么 中间会找到一个公司 我们再来讨论什么 就是实力安全 大家先把流程先勾集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每一个 要付出的成本 划出一个等号 就有一个不同对应的价值 消费者就会在这张图里面 找到他最想要的东西 可以看到食品供应链的 上游业者也开始意识到 透明饮食的趋势改革 但饮食文化并不会自己变好 风食教育资金会 看见改变的需要 当你事前预防的时候 你就有很多事情 你可以在风险控管当中 当你要事前预防的时候 透明饮食就非常重要 你必须要把你的生产链 不是你要教会消费者 如何在整个供应链当中的 了解跟明白 带给我们自己的消费者 更多的那个透明饮食的观念 而且让你知道用正确的观念 用科学的角度来去思考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因此接近国外的经验 推动台湾食育教育的发展 重新建立起生产者 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 继续推广透明健康永续的饮食知识